好 我們其實要帶你來追蹤這起案件的最新發展 因為大家都在問這位殺人餵碎飯究竟他跑去哪裡了呢 警方是否辦案不立 這是從基隆1月脫逃的受刑人簡姓男子最新出沒地點曝光 我們獨家掌握到他從基隆到台北市嵩山區之後 沿路走到了萬華區 19號當天他還入住了日足套房 呼呼大睡一個晚上 隔天早上走到榮山寺捷運站 再搭捷運到新浦站 接著搭向公車往新莊方向前行 不排除是要回林口老家 雙倍警察必須加快腳步 追到他如今位置 悠悠哉哉走進巷弄內 接著轉進一間日足套房 從基隆逃脫的受刑人簡玉宏 最新影像曝光 5月19號晚上11點多 他潛進位於萬華區成都路的日足套房 在沒人發現的情況下睡了一晚 隔天早上8點多離開日足套房 還坐在店家外面 將近20分鐘 似乎是在思考何去何從 他拿著條紋外套 身上白色衣服沒換 手上一樣拿著格紋襯衫 倒是換了一個綠色口罩 捷運紅離開日足套房 前往龍山寺捷運站 過程中依舊看起來相當淡定 他19號從西隆逃脫 從台北市松山徒步走到西門町 還一度在最熱鬧的徒步區 停下來看街頭藝人表演 接下來潛入日足套房休息 隔天早上走到龍山寺站 搭上了捷運板南線的列車 中午左右竟然從捷運新浦5號出口出展 有關於捷運在5月20號 從捷運下車之後就搭乘公車離去 根據了解潛入紅疑似原本 要搭環狀縣轉积捷回林口老家 但因為0403大地震後 新北環狀縣故障正在修復當中 因此他在新浦站轉公車回到林口 台北市的鷹眼的釣業小組 全部都應用在萬華地區 在做釣業跟找尋 雙北警察持續追捷運紅的行蹤 新北鷹眼小組也出動協助 只是現在北部居民都籠罩在恐懼之中 畢竟潛入紅過去曾隨機犯下 殺人未遂的重案 吃飯喝水恐怕都得靠偷靠搶 實在難保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畢竟到現在還在掉兩天前的足跡 北北基警方實在得加快腳步 今天陳友學校生在台北新北報道